大家好,我是米勒熊 然后这一次我们看的这个片子叫做《临时玛丽娜2》 那有2的话就代表有1 如果没有看过1的人,赶快就把它找来看 片子的内容有一点点是延续第一集的部分没有错 然后可能有些东西没有谈到 比如说像他跟他以前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伙伴跟合作的对象 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有拍到 他们又重新再见面 然后也延续了那个情感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片子相当有意思 尤其对于有些喜欢创作的人来讲 这个是一定有必看的 这个行为艺术表演之母,玛丽娜 他其实就是说这个片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是 你会看到一个很像是 已经把他自己的东西 已经推展,已经升华到变成像一种宗教的感觉 然后甚至于他成立了一个学院 然后开很多工作坊 然后有不同全世界各地 喜欢他或者是想了解 什么叫行为表现艺术的人 就去参加了这个工作坊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Copy重演了他的作品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很妙 就是我们都一直在想 比如说你做行为艺术表演创作的人 你能不能延续你这个作品的生命 这一点是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事情 可是呢,玛丽娜他把他变成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戏剧的元素 可能更多一点点的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他可以把他的作品就是由不同人来加以诠释 可是基本上是按照他的 一开始所设计的那个想法去做的 那这个就变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到最后最后 会有一个蛮特别的片段 就是他由他自己有点好像在下命令一样 然后跟非常多的人一起在他的祖国 一起把他完成了一个作品 那虽然他的时间上面没有等于我们看电影的那个时间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将他的 应该讲说玛丽娜的宇宙吧 怎么样去扩大 或者是怎么样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就是变得更有趣 然后他自己回顾他的一生当中 他做过那么多的作品 然后影响了那么多人 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应该是相当的满足 所以最后你会看到他对于 不管是艺术的创作 或者他对于他个人 他的情感 他的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跟以前不大一样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改变